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素化剂风波 验出几千种饮料 食品 药品中含有素化剂成分 那么香港有没有素化剂 香港本地的食品和饮料中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香港进会大学的调查显示 香港市民的血液里边有 去年8月9月香港进会大学生物系 经红十字会取得200份市民的血液样本 尽情化验 发现99%血液里边样本里边验出有素化剂 教授解释 由于血液化验无法追查污染源头 但某种程度上反映这类化学物料 有可能一直存在于食品当中 市民吃了多年也不知道 而且有关物料容易被人类接触和吸收 其实啊 何止是素化剂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有多少不是从石油 煤炭和其他化学工业产品而来呢 从工业革命以来 由于技术的进步 化肥的使用 全世界的粮食产量翻了几番 这才养活了世上70亿人口啊 科技带来进步 同时也带来问题 现在我们发现了素化剂有毒 禁止添加到食品当中 同时谴责和惩处不良厂商 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现在认为是安全了 就真的安全吗 面对社会进步带来的问题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其实很早以来就有人提出不要科技 有个极端分子叫卡辛斯基 在近20年间用油包寄出了十几个炸弹 炸死了山三人 炸伤更多人 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发表论文 这题目叫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这洋洋洒洒几万字 写的是前言不大后语 我们先来听几句 大概了解它什么意思 它写着 这个卡辛斯基从小还是数学天才呢 哈佛大学的硕士毕业又读了博士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自认是掺破了天机 一个人搬到山上的小木屋去住 同社会断绝接触 而且改行专门造土炸弹 1996年卡辛斯基终于被拿下 还给判了终身监禁 现在还关在耗子里呢 他提的办法显然离谱 但是还有更多人提出更温和的办法 咱们北大有个教授叫王清松 他夫妻两人十几年来一直秒无音信 亲戚朋友只能猜测和谣传着 他们出国了 自杀了 出家了 直到今年 王清松夫妇突然出现在朋友圈中 还带来了特控的野生鸡蛋 特供 芹菜 羊肉 等等东西 人们才知道 这对夫妇过了十年的近乎原始的生活 王清松夫妇在北京和河北交界的深山里 包了2500亩地 承包土地后 他们种上了玉米 高粱 芹菜 白菜等蔬菜 还有一些桃树 杏树 枣树和苹果树 回归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夫妻俩还养了猪 几十头黄牛 几头萝子和几百只黑山羊 谢谢 这个担就下了吧 这个印象 真香滑味一点 不用卷衣 让咽 把冬蘑的面电一面 你闻着就行 闻着可能知道 你闻一闻着 它很冲的味道 因为咱们这个菜都不加任何 那种佐料 就加一个盐巴这样的 所以你闻着 它很喘闭 什么萝卜 白萝卜 不是 那种芥菜的 那个外边那个粮食 它供你的身体做排斥的 你不得不接受它 那么它这个喝到嘴里以后 它跟你做完全融合在一起 你特别自然 你给你这个身体 给你习惯永久 那个的排斥你没办法 你不身体行 毛肢贼烫的 它这个自然融合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关键 我们说 这王青松说了 山里唯一的污染 是偶尔飞过的飞机 还有外来者 他雇了十来个工人 帮他干活 但是绝不能晚上住在农场 这些工人平时不准抽烟 别人吃过的用过的东西 每天全都要带浆出去 他甚至觉得工人头一年 在他农场工作会带入污染 他应该给我钱才对 他们洗衣服洗手刷牙 都不用洗衣粉 不用肥皂牙膏 而用草木灰造假等等替代 他们吃的是自己做的丧热汁 玉米饼 使用熟悉杆制成的一次性筷子 吃饭就在屋外 石墨边平台上 除了他们一家 其他人通通不让进他们的住房 因为说是污染太严重 三天都散不进了 王清松夫妇在隐居期间生了个小孩 孩子还是他亲手接生的 不知道进不进了户口 王家的孩子三岁开始放羊 一百多只羊就是他的朋友 他给每只羊都起了名字 他儿子说我跑得像风一样 像羊一样快 王教授的美好生活 为什么又要终结呢 又要回到充满污染的社会当中 他说更多是为了孩子 原来王家小孩七岁 该上学了 你进过城吗 进过密营城 喜欢城里吗 不喜欢 城里不是有其他小朋友吗 呃 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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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味啊 嗯 将来长大了想干啥 想想想当个羊羊公里 我现在这种羊羊公里 我长大还要当羊羊公里 你现在管多少只羊啊 一百只长大管一千只 啊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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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 5月24日 就在台湾速化剂风波 惊爆的当天 我看见新闻了 美国 有一个名叫弗达基米尔 米罗诺夫的科学家 发明了试管肉 这米罗诺夫说 他是使用动物的单细胞 在试管中培养 这细胞会分裂成成千上万个新细胞 直到产生肌肉组织 大约几个星期后 就可以长出足够吃的肉 和市场卖的鲜肉 没什么不同 甚至比动物的肉还要安全 但是试管肉的成本 目前比较高 生产一块肉 大约要花上万美金 比罗诺夫对媒体表示 现在不是需要多久 试管肉才能面试 而是缺少后续的研究经费的支持 他说如果我有一千万美金 预计五到十年后就能投入量产 看来科幻小说当中才有的未来食物 早晚要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只不过吃还是不吃 这是一个问题 欢迎订阅 大家请订阅 本回书着落在此处 接着下来为你播出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 自然是请听 下回分解